如果Email,比如說我現在Email 當然你可以先從寄給一個人開始 再寄給很多人 那寄給很多人還有很多種方式 你可以一封一封寄 也可以是一次,像我們剛剛有沒有,把它合併之後 一次寄給很多人,用BCC也可以 那要怎麼做,基本上程式非常簡單 你如果了解Outlook寄信的原理原則 你大概就會寫得出來 不過這些程式雖然不長,可是如果自己Key 所以我又傳一個給你們放桌面 因為我擔心如果你沒有可以複製貼上應該會錯 所以你可以把它拿來當範本 以後的話拿這個來改就好了 因為很多同學上班工作裡面 就已經把我這個拿來當範本 而且用得很方便 那裡面的話大概有哪些東西 那這個版本其實也蠻簡單的 第一個,假設我今天先寄一封信給這個人 這個人的話叫林先生 不過等一下乾脆寄給我們自己好了 那個清雲你可以輸入一下你的mail嗎 你需要有一個email信箱 那我們先測試就是一個啦 比如說像剛剛那個清雲有幫我打這個 這是他的email信箱 那他也設定好了outlook 那至於outlook裡面要怎麼設定 在我們這邊有啦 我剛剛有提過就是 至少要需要設定幾個 就是在那個這邊有截圖 我的畫面裡面 當然包含就是說 我這邊是用hamail 如果說你用hamail的話 裡面當然第一個外寄 伺服器指的是smtp 外寄的smtp 那需要驗證的話就打勾 應該理論上要驗證 那驗證的話呢 裡面可能會需要 進階裡面呢 需要設定什麼 這個 內送伺服 這個外寄的smtp 後面有587 這個就是他的po號 那每一台伺服器設定都不一樣 ok 所以你這個部分 可能要跟mys去查詢一下 他如果 蛤 沒有什麼 可以記吧 等一下試試看好了 那反正呢 這些就比較麻煩一點 每一台電腦都要設定 而且你要找設定 對的 如果你outlook本身不能記信 也不能收信 那根本就 就沒辦法work了 以上那不用了 所以我這邊只是提供給你hamail的設定方法 hamail的設定方法 那裡面的話還有什麼呢 設定好之後 然後這邊內送是995 設定好之後 其他應該 那你當然可以測試一下 比如說自己 記憶封信給自己好了 我們看一下如果outlook打開 新郵件 那收件者的話就是自己 自己的話就是剛剛這個 這個信箱嘛 那理論上我們的流程一定 1開啟那個 什麼呢 開啟那個outlook 2的話呢 新增一個郵件 新郵件有沒有 3的話呢 輸入1沒有信箱 然後再來就是阻止的話 也許就是test 那當然你可能需要幾個東西 那我看一下 subject就阻止 裡面的東西就body 好 這樣都ok了 那我這樣 再按一下什麼呢 寄送 寄送的話呢 是 這邊有一個 傳送 傳送 ok 好 傳送之後的話呢 那基本上 自己寄出去的 自己寄給自己嘛 那理論上的話 應該就會有一個接收 看一下 理論上 欸 傳送中 然後呢 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應該就是自己寄給自己 會有個test的email 信箱 email也會進到 我們自己這一邊 理論上應該第一步 你自己可能 欸有了 test 有 自己寄給自己ok了 但是這個動作 目前是在outlook裡面完成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希望每天就是一定要寄信 然後就開outlook 然後就做做做 如果說我一直重複的 做一樣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思考什麼呢 用 VBA來完成 那VBA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配合回圈 回圈的話就一直寄一直寄 你可以 或者甚至時間到自己寄也可以啦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關掉一下 確定outlook ok了 第二步的話呢 在我的那個資料裡面 有一個游 用outlook郵寄的一個sub 當然你可以先拿我這個來練習 貼到哪邊呢 你可以先貼到那個我們的 這個模組底下這邊 那我大概解釋一下 這一段VBA程式裡面的 基本的那個程式 這個程式其實也非常簡單 以後的話如果你要呼叫外部的程式的話 一定會用一個叫create object的語法 那create object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外部的某一個什麼 某一個程式 像那個微軟裡面有outlook 所以這邊有個叫outlook.application 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outlook外掛進來了 本來呢 Excel裡面沒有寄信功能 但是我可以把outlook外掛進來 或比較常用像什麼 還有在Excel VBA裡面 假如我要處理word的功能 可以啊 叫word application 如果我要把那個 powerpoint加進來 可以 叫powerpoint.application 甚至比較常用的像是 那個什麼呢 把IE軟體調進來 因為我要抓網路資料嘛 所以你可以怎樣 呼叫一個IE軟體在背後 幫我把資料撈下來之後 然後把它裡面的東西 再把它放到Excel 這也還蠻常用的 至於這外掛怎麼做 我們先取第一個例子 所以這個例子 基本上就是從Excel走出去了 把外部的資源呢 拿進來用 用主要的一個目的就是 Email出去 所以呢 我們create一個object 這個一樣 把後面create到的一個outlook元件 一樣後面的賦予到前面 不過這個賦予的過程 不是一個字串 也不是一個數字 而是一個物件 因為outlook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物件 那我把這個outlook很大的物件 變成一個前面這個名稱 叫做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叫outapp 好了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前面有一個語法叫set set這個物件 它是outlook OK 那這個動作之後的話 你可以拿它來做什麼 去做它裡面所有的功能 第一個我需要做什麼 我需要拿它幫我開一個什麼 開一個新郵件 所以你會發現 後面一樣set 我要新郵件 set這個outmail 這個新郵件的物件名稱 其實就是有什麼呢 outlook這個物件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叫createItem 後面0的話 指的是第一封信 它的編號呢 從0開始 意思就是 幫我新郵件的意思 所以第一個 等於是在背後 開啟outlook 第二行的話 意思是開一個新郵件 那第三行就是後面 其實我們開頭就是 都是這個物件名稱 所以我可以用vis 加上endvis 是結束 裡面的話 2指的是 我要寄給誰 那我要寄給誰的話 後面必須要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字串 那我需要加 希望寄給哪一個呢 因為假設我要跨工作表的話 前面我多增加一個叫 sheets文字得加 因為這邊有文字得加 點rangeb2 指的是我先測試一下 我把那個rangeb2 這個email信箱 幫我搬到這邊來 意思是說我to 寄給 一樣是自己寄給自己吧 不過是在VBA裡面測試 第二個的話呢 另外就是說呢 bcc 那bcc的話 我順便寄給我自己 那我另外一個信箱 terry 285536 add gmail 這個是我的信箱 那我順便寄給 不過 我如果不想顯示的話 可以用.bcc 那subject的話呢 這是一封來自VBA的信件 那body的話 這裡面的東西 所以阻止body 那attachment 這個可以 attachment指的是附加檔 add 你要不要把這個email裡面 順便加附加檔 那你可以給一個路徑 或者給一個什麼呢 如果你要把這個檔案 順便寄給它的話 你可以叫 activeworkbook.fullname 意思是說 它會把這個路徑加到後面 就是把這個email 這個email順便 也把這個檔案順便寄過來 那試一下 最後的話呢 displace 我把它取 這個displace 意思說 要不要顯示outlook 如果不要的話 我就把它註解 那最後有個.send 點send 實際上就是剛剛那個 傳送的意思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測試一下 這個就是從 從VBA裡面 去記性 試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我按F8好了 主行跑 outlook 不用開啟 在背後開 基本上如果這一行過的話 表示已經在背後開 但是你看不到 第二的話呢 一樣 在背後開一個新郵件 跟它講說 要的email信箱在B2 然後呢 順便寄給我 然後呢 這些subject 阻止這些attachment ok send一下 如果send沒有問題的話 那基本上 你會發現 這一封信件就被寄出去了 ok 結束了 好 試一下 這一封信 你感覺好像沒感覺 不過其實就做剛剛的事情 差別在哪裡 差別是有attachment 有一個附加檔 是把我們自己本身的這個檔案 順便寄過來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一一樣嘛 開啟outlook 二的話呢 看一下喔 有沒有這個檔案出現呢 我把它在傳送接收 不過 這有時候 可能要 欸有了 所以我 欸有沒有發現 這是一封來自VBA的信件 有沒有 而且順便怎麼樣 把這個attachment 我們這個檔 自己本身呢 也把這個信件給寄過來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部分吧 其他的話 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要整個 全部寄給六個人的話 其實你只要把這個程式裡面的 B2有沒有 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嘛 C7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B2的路徑 改成C7 這樣子呢 他就會把 這一封信呢 寄給 這個有五個人 ok C5 C6 ok 在這邊 路徑 好 改一下 那當然喔 另外呢 也可以跑回全部 這個是全部寄給 就是說 有五個人 那當然如果你要個別寄的話 你可以跑回圈 跑回圈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for i 等於第二 到第六 ok 然後呢 但是你會發現 中間這一段 我這邊有寫一個叫 共用 共用的 所謂共用SUB意思就是說 因為將來 如果我每 跑一次 然後我就寫一個 一個SUB 每跑一次就寫一個SUB 而且程式會很冗長 所以你可以跑 跑一個 那個所謂的那個 共用的程序 那這個共用程序的話 基本上你只要傳一個什麼 傳一個email信箱過來就可以 這個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 了解一下 剛剛 個別的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說我要一個 一個一個的去 去記 就是個別 然後再來就是 把它跑個回圈 另外程式 希望讓它跑慢一點 我剛剛講的 應該程式 再加一個東西 讓它停住一下 怎麼做 OK 試一下